由上海学生英文报所带领的双语小记者参访团 成立于2008年 主要是招募12到16岁的学生 目的是在于带领中国国内的学生 观摩国外的电视台 让学生们能够比较对比国外的新闻媒体 跟中国国内的媒体业有什么不同之处 那么他们也特别参访了天下卫视 小记者们对于摄影棚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美中培训中心以及上海学生英文报 所共同带领的双语小记者参访团 在其参访洛杉矶地区的行程之中 也到访了天下卫视 我就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天下卫视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就是那么正式的一个电视台采访 我就是对它的所有设备都很惊讶 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只是简单的剪切 然后再拼接再这样发出去 我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复杂 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能过来参加 我觉得我第一感受是在洛杉矶能够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台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觉得这里的设备非常新颖 非常齐全 我也觉得非常好玩 很开心 小记者团此行的目的 主要是要参访洛杉矶以及旧金山地区的媒体 以及饮食行业 希望能够借由观摩国外企业的方式 拓展这些学生的国际视野 让学生们能够将中国国内的媒体行业 跟美国的电视媒体做一个比较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觉得天下卫视很棒 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华人电视台 然后就是可以让在洛杉矶的华人都感 看到中文节目 不是都是看到美国的英文节目 这样有一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感觉 这样就是感觉不用 没有也会 而且这里也会播出一些大陆内地的节目 比如说和湖南卫视合作的 有爸爸去哪儿 还有我是歌手 作为公益性组织 小记者团每年寒暑假期间 公开招募选拔上海市优秀初中高中学生 入团后按初中组高中组 以及国际组分组进行活动 年龄从12至16岁不等 今年的双鱼小记者团 上海市的报名人数总共有3至4000人 之后从其中选出了200位优秀学生 参与今年的小记者参访团 到访的小记者们也都表示 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有着许多的憧憬 这由此次参访过天下卫视之后 不但对记者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对于电视台的运作方式感到新奇 我之所以会参加这次采访是 因为这次寒假我们学校的老师 跟我们布置了一次作业 就是去新天地那种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 去采访一些外国人 了解他们怎么样在中国 度过中国的新年 以及他们在美国过的圣诞节是怎样 有什么样的差异 然后从这次采访过后呢 我就发现自己可能比较喜欢跟陌生人 多有这些沟通交流 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 我人生中的一大乐趣 所以呢我就参加了这次采访 我觉得这个天下电视台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可以因为它是中国电视台嘛 所以我可以想象 它在这边创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艰辛的 我对于新闻工作 我比较还蛮喜欢记者这份职业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理性的一份职业 从利和弊 他们两边都会非常客观地考虑一个问题 会考虑这种因素 因为不是说记者他们手中的比 就是手术刀嘛 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 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份职业的 谢谢 小记者团根据年龄的不同 也会区分教学的内容以及目的 此次的参访一共11天 在洛杉矶地区参访一周之后 就会动身旧金山地区进行采访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